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维州华裔男子公寓自曝 共和党总统候选辩论会 明天再开 以军战后保留加萨控制权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12月5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雨昕伦 维京尼亚州的阿领顿市 昨天发生一起大爆炸 一栋富士公寓被彻底摧毁 今天该州警方公布 嫌疑人竟然是一名56岁的华裔男子 此人行为怪异 曾将前妻称之为女巫 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大量反美言论 FBI目前也已经介入调查 昨晚一段令人震惊的影片 由佛吉尼亚州警方公布 当执法车辆接近一栋街区的富士房屋之后 火球突然冲天而起 吞没了现场 爆炸声撕裂了天空 建筑物被彻底摧毁 巨大的威力甚至引发了周边汽车的警报器 今天警方正式公布了搜查的结果 发现房主的身份是一个56岁的华人 事件最初发生在昨天下午4点44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案 声称当地街区出现了大量的枪声 后来发现这位名叫詹姆斯尤的华裔男子 居然在室内用信号枪发射了30多枚照明弹 结果双方角色无果 没能建立起沟通 警方在疏散周围邻居之后只能选择破门而入 没想到就在几声枪响之后 爆炸就突然发生 目前还无法确定爆炸的具体原因 三名警察也在这次行动中受伤 根据目前的初步调查 这位名叫詹姆斯尤的华裔男子 其具体信息还没有公布 只是说他从去年2月份开始 曾经对前妻、妹妹、纽约州政府和医院的工作人员 等十几个人发出了起诉 罪名从欺诈、剥夺他的公民权等等五花八门 但就在两个月之后 一名联邦法官就驳回了他的所有指控 称这些诉讼轻率且混乱 而根据今天曝光的该男子社交媒体上 又出现了更多奇怪的内容 他曾经将前妻称之为女巫 还发布了大量反美的口号 说他看到了美国的虚伪、腐败、欺诈和阴谋 充满了对政府官员、执法部门、媒体机构 漫无目的、甚至有时语无伦次的阴谋论 在上周五的一片贴文中 他还指责邻居就是联邦政府的间谍 企图要收集他的资讯 还声称自己成为了仇恨言论的目标 目前这起案件依然有诸多的疑点 FBI也已经介入调查 更多的消息则会在未来公布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和宾州大学的三名校长 今天都来到了国会 就反犹太主义在大学校园的抬头 向议员们做报告 三所学校最近几周都经历了类似的情况 现在国会也想知道 这些名校能提供什么方案 防止此类的争议事件在未来发生 三所美国名校的校长们 今天在众议院教育小组委员会坐证 近期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成为了焦点 如何对抗仇恨言论和保护言论自由 成了极其困难的主题 我考虑向恨恨 保护自由表现 我们需要安全和自由表现 让学校和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更加我的职业要保护安全 究竟怎么才能不让言论自由 助长仇恨言论 让人们头痛不已 最近几周 哈佛大学 宾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并不是唯一经历校内反犹太主义抬头的学校 在其他的大学内 比如康奈尔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杜兰大学 最近发生的反犹太事件 也成为了全国性的头条新闻 今天出席的三个大学校长坚称 他们致力于为所有学生提供更加安全和包容的教育环境 自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来 教育部发起了数量空前的仇恨事件调查 从大学再到中学甚至在幼儿园都有类似的仇恨事件发生 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即便是在最优秀的学府 也很难杜绝人性的仇恶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们 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计划上意见不一 民主党正在争取新的法案 希望能在本周内将这一问题提交给议会讨论 但许多共和党议员表示 除非民主党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否则他们就不会妥协 美国南部边境的危机 正在万里之外的乌克兰产生连锁反应 我们在更加的支持 如美国继续冠军战争 战场非常热 白宫今天发函称 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 将在战场上削弱乌克兰的力量 南卡罗莱纳的参议员 林塞·葛瑞姆作为资深的共和党人 他希望美国能把明年的部分资金 用于解决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则希望能在本周推动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方案投票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阳表示 如果不能尽快达成协议 美国将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 参议院计划在两周后关闭休假 因此美国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援计划该如何处理 目前依然陷入僵局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诺 希望共和党人能在假期期间留在谈判桌 而民主党人则希望能尽快给盟友赠送更多援助 距离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第一轮投票 还有不到六周的时间 而候选人们的第四次辩论会则会在明天举行 目前势头镇静的尼基·海利也希望借此机会与川普一较高下 但川普则依旧不以为然 高涨的人气让他有足够的本钱拒绝参赛 明天在阿拉巴马州举行的第四轮共和党候选人辩论会上 只剩下了四位候选人有资格上台 一个核心的问题破绽眉睫 那就是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的代替人选会出现吗 美国的前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的首个电视广告 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晰 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优异表现 让海利在民调中看到了新的动力 当然还拉拢了不少富有的捐赠者 他所推行的政策也让他成功跃升于 所有川普挑战者中最有利的地位 也就是他愿意彻底改革国家福利计划的野心 在明天的辩论会上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自然也是会最后一搏 他正在试图重整民生 努力让选民们相信 如果川普入狱 那么他就是川普粉丝们的最佳替代人选 企业家维维克·拉瓦斯·瓦米 也将重返辩论舞台 当然还有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新罕布什尔州是他的大本营 他相信自己能够在民调中更上一层楼 川普的优势目前还是不可动摇 但在候选人的结果尘埃落定之前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普听将出访中东 休息一会儿来看国际新闻 加萨当局今天公布了多段影片 显示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住宅楼遭到以色列炮火的袭击 民众在瓦礼中挖掘亲人的尸体 救护车和私家车络移不绝地开入医院 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称 加萨的36家医院中现在只剩下18家人在运营 今天以色列的炮火持续在加萨中部和南部推进 影片和目击证词都显示了中部的戴尔拜来赫地区近况惨烈 画面中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努力徒手挖掘废墟 据成许多瓦礼中还能听到幸存者的呼喊声 在另一段的影片中 一条毯子似乎覆盖在一具尸体之上 现场的人们正准备对其进行搬运或是掩埋 其余的几段画面也是人们努力寻找那些被困在混凝土底下的亲人 而当地最大的医院阿克萨烈士医院的院长说 仅在今天就有90多具尸体运抵了医院 此外还有130多名患者前来治疗 院长哈利勒达克兰博士说 这家医院已经是中心地区唯一可用的医院 现在也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患者 如果战火持续情况还会变得更加困难 床位现在已经告急 尤其是在人满为患的急诊室 很多伤患也只能在地面上随意接受治疗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红点代表了乙军在停火之前的攻击范围 黄点则代表了停战期间的灾害情况 随着战火的重燃 乙军已经逐渐向中南部推进 而在此时人道主义救援就格外重要 据爱及官员称 今天已经有50辆再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卡车 通过了拉法过境点进入加萨 其中包括两辆专门运载燃料的卡车 国务院发言人马特米勒也说 以色列目前做的还是不够 美方认为该国需要让更多的水 燃料和食物进入加萨 同时还必须确保平民们 可以更加安全地前往避难地点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今天表示 该国在战后会保留对加萨 解除武装后的控制权 强调任何其他国际力量 都不能对该地区负责 他说以色列战后在加萨的安全角色 将会是压倒性的 超出军事范围的 但没有在讲话中解释这番话的具体含义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5日表示 总统普廷将于6日访问 阿联酋和沙务地阿拉伯 讨论双边关系 并就国际局势和尾巴冲突 等问题交换意见 但并未说明普廷是否会参加 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廷将在6号访问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沙务地阿拉伯为期一天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及普廷是否会在访问期间 讨论全球石油市场或采取的协调行动时表示 会谈将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OPET内部举行 而且相关问题始终是联盟议程 在普廷进行中东行程前 多个OPET和非OPET产油国上周宣布 将在2024年第一季继续自愿减产 减产总额为每天平均220万桶 声明称此次减产将参照今年6月OPET第35次部长级会议设定的 2024年各成员国产量目标 是继今年4月主要产油国宣布自愿减产措施后 额外增加的减产 佩斯科夫也透露 访问期间 普廷将与阿联酋和沙烏地阿拉伯代表举行会谱 讨论双边关系 并就国际局势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交换意见 阿联酋目前正举行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但克里姆林宫并未说明 普廷是否会参与任何相关活动 另外克里姆林宫犯人也说 伊朗总统莱希到访时 普廷将和莱希讨论在面对西方国家制裁之际 如何加强两国的经济和军事联系 自而物战争2022年2月爆发后 普廷主要是前往前苏联国家 而他最后一次出访是在10月时前往中国 泰国中部巴书府5日凌晨发生一宗严重的车祸 一辆双层旅游巴士失控壮数造成至少14人死亡 35人受伤 驾驶也严重受伤 当地警方初步调查怀疑是司机睡眠不足引发的车祸 泰国头条新闻报道 事发在5日凌晨一点左右 泰国巴书府汇洋区警方接到报案 在靠近瓦纳孔国家海洋公园入口处 发生了一宗严重车祸 一辆前往宋卡府纳塔威县的双层巴士 突然失控撞上树木 警方表示当局及紧急军团队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车辆严重受损 车头分裂成两半 多名乘客当场死亡 许多受伤的乘客被困在车内 随后救援人员紧急施救 将伤者从车辆中解救出紧急治疗 并快速送往附近医院 车祸造成至少14人死亡 35人受伤 有幸存乘客表示 车祸发生时巴士行驶正常 然后突然失去控制并发生爆炸 有部分乘客没有扣上安全带 在车内被抛弃 据了解 涉事的旅游巴士当时搭载三名工作人员 和46名乘客 从曼谷巴士总站出发前往南部的宋卡府 在前往用餐的途中 车辆在抵达国家公园入口时 突然冲出公路撞上一棵树 司机也严重受伤 警方正深入调查事故原因 以采取相应措施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旅游巴乘客大部分为泰国人 有几名缅甸人 当局也正在调查死者是否有外国公民 经初步调查 怀疑司机因睡眠不足而引起车祸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泰国是全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每年约有两万人死亡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随着长达数个月的演员罢工游行终于结束 好莱坞的颁奖季也逐渐到来 昨晚旧金山的电影节闪亮登场 电影《Barbie》的演员Ryan Gosling和奥斯卡影帝 Nicolas Cage盛装出席 为年底的各大庆典拉开了序幕 今年破纪录的热门电影《Barbie》的幕后主导 是曾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制片人格雷塔·葛维格 她就是沙迦缅度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也是第一位单独指导票房超过10亿美元电影的女性 昨晚旧金山电影节的年度颁奖典礼和晚宴上 格丽塔电影导演奖 以支持下一代艺术家 在电影《Barbie》中扮演Ken的男星雷恩·葛斯林 Ryan Gosling向他颁发了 以电影节创始人命名的奖项 在昨晚的得奖者中 奥斯卡影帝尼可拉斯·凯吉获得终身成就奖 凯吉曾经生活在旧金山多年 并且在其40年间的职业生涯里 拍摄了100多部电影 而且他也不打算就此歇业 很快还有五部电影即将上映 对于有报复的演员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像他这样的职业生涯遥不可及 明年初 影迷们还能看到更多红毯上的精彩表演 艾美奖定于1月15日举行 而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3月10日举行 年底节假日的到来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一些压力 无论是担心买不起礼物与亲人讨论实证 还是与挑剔的家庭成员打交道 这个时候设定彼此之间的界限就非常重要 健康专家也提醒民众不要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节日季节 但在迎接明年的崭新挑战之前 也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 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的治疗师乔迪·鲍姆斯塔因说 设定界限可能会让彼此感到不舒服 因此首先要认识自己的被冒犯点 在聚会之前 或是在与他人发生口角或不愉快之前 人们必须事先意识到自己容易被冒犯的区域 在温暖的时刻的时刻的时刻并不是有时间 因为实现是我们不是我们平静的 理想的自己 我们是感情的 我们是感情的 接下来 如果你的界限被其他人突破 要有一个计划 但专家提醒民众 不要过多苛责他人 我们只能控制自己 鲍姆斯塔因在最后补充说 让孩子们看到 父母划定的界限很重要 这样他们才能学会 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这样做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完全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纽约为您带来12月5号 星期二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美股周二低开 美债收益率走低 主要股指最近连续上涨之后 暂时停下了脚步 市场关注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微盘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道指下跌了近80点 收报36124点 纳指小股上涨了44点 收报14229点 标白指数则是下跌了2点 收报4567点 经济数据方面 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的共令管理协会 整体服务业指数上升0.9%至52.7 该指数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50以上 表明处于扩张状态 企业活动指数在11月份攀升 此前一个月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衡量未来需求的新订单指数 保持在55.5不变 虽然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消费者支出 不断让经济学家感到意外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人对服务的持续需求 但是预测者认为 随着雇主缩减招聘规模和薪资涨幅回落 这种强劲水平不会持续太久 其他的不利因素 包括飙升的借贷成本和挥之不去的价格压力 预计都将对未来的消费需求产生影响 支付价格指数降至4个月以来的低点 表明成本仍在上涨 但是速度放缓 库存指数创下5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 与订单积压减少相吻合 劳工部周二的报告说 美国10月份的职位空缺数下降至近两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表明紧张的劳务力市场可能正在变得松弛 劳工部的报告显示 美国10月份的职位空缺总数为873万个 较上个月减少了61.7万个 降幅为6.6% 这个数字远低于预期的940万个 也是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职位空缺的减少 使职位空缺与可雇佣员工的比例降至1.3比1 尽管10月份的职位空缺大幅的下降 但是招聘人数略有下降 而裁员和离职人数则略有上涨 辞职比例与上个月相比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各国方面的消息 汽车零件零售商Allzone周二公布 上季获利成长10%由于预期 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维修旧车 而不是购买新车 从而对汽车零配件产生了需求 在经历数月的供应链问题 以及高利率和通膨导致的消费者支出低迷之后 新车市场正处于逐步复苏的阶段 而创纪录的12.5年的美国平均车零 会继续成为Allzone强劲的成长动力 Allzone上季的净销售额成长约5.15%至41.9亿元 接着到11月18号为止的当季 红电销售额稳定在1.2% 第一季的纯利增至5.93亿元和美股32.55元 一年之前为5.39亿元和美股27.45元 美股的获利为31.49元 收盘时公司的股价上涨了0.4% 收爆美股2672元 富国银行表示 第四季度的财员开支预量交超过7.5亿元 最多可以达到10亿元 集团解释 为提升营运效率以及减少人手流失 必须精减人手 相关开支可能较预期的高 另外 美国经济较预期强劲 消费者开支保持良好 但是集团的贷款损失 在第四季度及明年 可能会继续上涨 富国银行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3% 收爆美股44.5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12月5号的华尔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感谢您的观看